發現說其實從事這個詐欺犯罪行為 好像還滿好賺的 所以他就是在當車手這段期間 他就是有開始學說 我怎麼樣經營一個詐欺機房 更誇張的是根據法院資料 阿東 江永吉犯過的詐欺案件 系數下來就高達101件 加上他曾經犯下的恐嚇案件 刑期加起來竟只有6年4個月 當時正在假釋中 而看看他的同伙可就沒那麼幸運了 被視為軍師的癥患節 遲了大陸老婆負責在大陸找人頭 幫助匯款 嫁機房 結果被大陸浙江台州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並且沒說全部財產 也是判刑罪重的台灣籍嫌犯 其他同伙也遭到判10年以上的重罪 被害最多的時候 有時候單一個案件 就可以達到騙起金額上百萬